大家好,我是凌薇 柚子您吃过,炒饭您也吃过 但是柚子炒饭您吃过吗? 今天我们来做非常有特色的柚子炒饭 很多很多的朋友都没有吃过也没有见过 您带来全新不一样的炒饭 我们先淘洗适量的大米 加入平常煮饭少一点点的水 或者是直接使用剩饭 这里我们就选择香甜饭 煮饭的时间我们就正好可以来剥柚子 柚子剥成什么样都可以 只需要把它剥干净即可 做好的柚子不要有白膜 放一旁备用 这里我们只需要用那两拌 很快我们的米饭也熟啦 但熟了之后我们就要及时的开盖 给它搅拌搅拌 搅拌成粘粘松散的状态 把正好的米饭装入一个大碗中 打入一个酸黄蛋 熬饰成酸肯定会有好运气 我们先让每一粒米饭都可以被这个蛋液所包裹 视频中这样每一粒米饭都可以沾上蛋液 就可以拉放一旁备用 现在我们锅中加入适量的是用油 油温微热打入一个鸡蛋 再把鸡蛋搅散炒香 炒香后先把它装入盘中备用 锅中重新加入一点点油 下入彩酥 我们先把彩酥炒熟 彩酥拌熟的时候加入虾仁 我们继续把虾仁炒至拌熟 虾仁微微变色倒入我们拌好的米饭 把米饭炒熟炒散炒香 炒散炒香后加入适量生抽 蚝油 调料快速均匀地炒开炒散 翻匀后下入炒好的鸡蛋 再次把它们快速地翻炒均匀 鸡蛋炒香后加入我们拨好的柚子 把柚子拨散 这时候就可以关火快速地翻匀 放入柚子之后一定要记得关火 翻匀后炒散 我们看一下 真的是太漂亮了 磕磕晶莹剔透 让我们粉嫩粉嫩的柚子 超级超级的好看 让做好的柚子炒饭 简直就是炒饭里面的颜值担当 说它是炒饭里的彭义宴 一点都不过分 和我们平常的炒饭 不是一个味道特别的神奇 清爽又会在嘴里爆汁 如果你也喜欢 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哦 喜欢别忘记点赞关注收藏哦 点击我的头像 有更多美食等你来发现 我们来期节目再见